逍遥王的三大弟子闪电奔雷夺破 都已经占领了大半个武林 连少林三神僧都让夺破捉去了射心术 怪不得他们三个疯疯癫癫 原来又是三叔所做的好事 你三叔张启乔是逍遥王的首徒 单就他的射心术就已经很难应付了 还有闪电奔雷 一个以智快一个以智刚的武功建成 可是他们虽然厉害 还不及他们师父的十分之一 逍遥王的武功真的那么厉害 圣僧 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你那么厉害 当年一战我们只打了一个平手 能跟圣僧打平手一定很厉害 多年不见 也不知道这个魔头的武功 练成怎样的出神入化 他现在已经派了三个徒弟出来捣乱中原 我看他很快就会自己出现 是啊 到时候江湖上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 牺牲无数的生命 罪过 罪过呀 那时候就惨喽 我还没有娶妻生子呢 我说了这么久 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给我用用摘菜来招呼我呀 对不起对不起 我身为主人却怠慢了客人 实在是对不起 我出去招呼下人给您做点摘菜 最好来碗面条 你稍候 那么久没见 还是那么贪吃 你有所不知啊 我一路南下 碰到装作和尚行器的人越来越多 人家遇到骗子多了 把我也当成骗子了 不但不肯化缘 而且拉我去报官呐 这样都能让你熬到临安 你真不愧为圣僧啊 佩服佩服 所以啊 我现在肚子都饿得咕咕响了 真的假的 让我先听一听啊 再下一季风 拜 噓 真的是在咕噜咕噜的叫啊 我没有骗你了 肚子还凹下去了呢 真可怜啊 再下一季风拜见圣僧 哦 不好意思忘了介绍 这位就是明剑山庄易季风 哦 你就是一季风啊 久闻圣僧武学超群 如能得到圣僧的指点 在下就可以重建明剑山庄了 求圣僧教我一招办事 摘菜来了 白宝斩 红烧衣面 好香啊 圣僧 圣僧 请慢用 来 他一有东西吃就这样 那么失忆别怪他 嗯 什么失忆啊 我只是想早点吃饱了 好传授给你一斤斤 我以为有什么了不起 一斤斤我早就会了 还有最高心法呢 最高心法 对啊最高心法 练好了你就能打败逍遥王 既然这样那就边走边教学了 最高心法是以一斤斤 以斤斤有形 以有形斤无形 操控不能操控的部分 消化不了 一斤斤共集八式 要能一转二 二转三 三转四 四转四 四转五 五转六 六转七 七转八 八又转一 一转二 二转三 三转四 八又转一 周而复始 连续不断 纵使练了招式 亦非足够 招式连接之间 必须由气带动 招与招之间 一气相连 连绵不断 以有形倒无形 以气相连 连绵不断 招有形 气无形 以有形倒无形 便能随心所欲 纵使像刚才所说的那八式 倒转使出来 也一样挥洒自如 以气呵成的话 方能领悟到 易晶晶的真谛 以有形倒无形 以气相连 相连绵不断 以以为 一钛 为主人 而言 她为主人 无形 师父傻了 师父傻了 师父 傻了 张师父还没出来 还在屋里练功 师父在屋子里关了五个石层了 他在练什么 他练什么我倒不清楚 不过 不过他的招式倒是蛮奇怪的 你说是不是圣僧有一家还师父 这么几个古怪的招式 再练下去一定会疯的 要说到疯 那继疯不是更疯了 他为了向圣僧求教 已经在圣僧的门口 跪了十个时辰了 疯了 他们一定都疯了 喂喂 那么 那我们还用没等他吃饭呢 前辈 在下是诚心求教 求前辈教我一招办事 让我可以重建明鉴山庄 元起元灭 顺其自然 得失又何必看得如此重要 可是 可是前辈 晚了 你走吧 你走吧 前辈 我不走 你不答应我 我就不走 走吧 走吧 难道圣僧在黑暗中偷看我 对 他一定是在考验我的诚意 你资质太低 一斤经传授给你也是浪费 回去吧 我就不信 凭我自己的力量 我就不能成功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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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打伞吗 这外面雨下的这么大 你又在雨虎多留片刻吗 不用这么急着就回来 你今天跟张军宝 见面怎么样 你们有没有商量什么大忌 他会不会帮助你 结伤假公主啊 别再跟我提张军宝了 难道只有他 能够做成大事 我就一事无成了吗 就你发生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好不好 你说张军宝真的那么好吗 为什么 难道我就是一块朽木 一块不可雕的朽木吗 我为什么要活在他之下 永远都胜不过他 不 你胜过他千倍万倍 那为什么那个圣僧 眼中只有他 根本就没有我 你知道吗 今天 我在圣僧的门口 祖族跪了十个时辰 任风吹 任雨打 就像一个乞丐一样 在他门前乞讨 可是他对我依然不屑一顾 不管怎么说 我是一个堂堂正正的铭剑山庄之后 可是他们为什么看不起我 难道就因为铭剑山庄没落了吗 我真的一文不值了吗 月儿 不 他们不欣赏你 是因为他们不失货 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后悔 曾经 除了 在儿子铭剑山庄 他们不居美 制装 还没说 你们大炼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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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看什么呢 看师傅睡觉 睡觉有什么好看的 这样睡觉算稀稀吧 不可以一边睡觉一边练功吗 下次啊 我练功的时候不要影响我那道气 谢谢啊 怎么样才能练到那道气连绵不断呢 我知道了 慢 慢 慢 参见镇大侠 易少侠 不必多礼 是不是张少侠有什么消息 我 我的师傅正在练功 所以吩咐我把这件东西先送过来 这是当年公主的强宝 对 这就是师傅让我去少林寺 向成功大师要回来的信物 对 当年战乱的时候 公主尖头中了一箭 这块布上还有一个箭洞呢 公主扑出娘胎 便遭受箭伤 真是红颜薄命啊 怎么这么吵啊 你家要睡午觉 吵得老娘都没睡好 这位是 别动手动脚的 碰着我就叫人把你的手脚统统砍掉 拿去喂猪喂狗 你干嘛那么凶 你这个臭懒书生 老娘凶关你什么事 我要再凶也可以啊 好了别吵了 各位兄弟 这位是真正的大宋公主 大宋公主 怎么样 两个黄毛小子 没见过真正的金枝玉叶吧 是不是美若天仙呢 我看她不像公主 一点都不像 你们两个臭小子 好了别骂了 大家都是自己人 如果真的是公主 那么她的身上 应该有一个一样大小的伤疤才对啊 对对对 是不是大宋公主 一定要验一下 不必验了 我跟义大哥在大宋寻找公主的时候 已经验过了 公主的肩上 的确有那样的伤口 是 对了 就是要验证 公主是金枝玉叶的话 也不会让两位小兄弟看见的 不要啰嗦了 她们要看 就给她们看 你们看啊 快快快 快看 还有你 快看呐 哎呀 你疯了你 你可是千金之躯啊 我就是千金之躯 所以才让她们看看 免得她们怀疑我是冒牌户 哦 好好好 行了行了 你先把衣服穿起来 好不好 哎呀 快去吧快去吧 啊 嗯 给 来人呐 快把酸梅炭也拿过来 哎 臭丫头 今天怎么赚了死性 对我这么好 天气热 你喝一碗吧 嗯 今天乖多了啊 再多喝一点嘛 各位 我们可以有三天耳根亲近了 你不要有三天耳根 你那我们可以有三天耳根 都没有 我在这儿 你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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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你不就 我 你不就 大王大 就闻逍遥王大名如雷贯耳 今日一见逍遥王风采 果然仿似天神 非同凡响 八王爷抬举了 八王爷才是天生的贵族 真正的王者 在下区区山野之人而已 高人超凡脱俗 高风亮节 与我辈俗人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为此小王亲奉皇帝旨意给高人册封 逍遥王听旨 朕赐逍遥王为逍遥散人 从此领导群雄统一江湖 谢主隆恩 来来来 三人 干 想我逍遥王习武四十年 练就了闪电奔雷夺破三种绝学 以智快智刚和射心术文明于世 凭此三种武功我打遍天下无敌手 想当年与明剑山庄的已故庄主义云 打战十二个时辰 结果义云摆于我的手上 厉害 厉害 败在于其次找到旗鼓相当的对手 才最痛快 如今回想当年与两大高手对阵 已经十八年了 在下也寂寞了十八年 在下远道自西域而来 只抱定一个希望 胆求一败 如此说来高人已经找到了对手 听说明剑山庄一云之子一天行 来武学奇才 尽得剑气绝学和真传 圣僧也收了徒儿当军宝 亲授少林一金经 古人之后或许清除于蓝 三大阵营迟早一战 如此高手对阵 实属百年难得一见 小王在此先欲助高人 其开得胜 无敌是最寂寞的 可惜呀 我命中注定 不得不如此 好高人干 别打 别打了 吵死了 吵死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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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吵死了 凌云 师父吃饭 你在干什么 练功 什么武功动得这么慢 慢一点 气好像比较顺 比较连绵不绝 动得慢一点倒是可以 说话为什么这么慢 对啊说话不用这么慢 这就是上乘武功 多跟我一起练练 对身体有益 太慢了师父 这样大家会吃亏的 没错 人家一出手啊 你连躲都来不及啊 所以我要加强攻击力 对 喂喂喂 你怎么越来越慢呢 我正在摸索 甲公主 百日修行之期将满 我已经联络了各大门派 在武林盟和八王爷 册封公主的时候 把他们揭穿 我们要连强宝一起带去 这样就不会空口说白话 张少侠放心 那块强宝 我们已经好好收藏 还要请公主一起去 让八王爷随时可以验证 这个我们自然知道 易大哥大嫂 你现在可要想好啊 怎样向大家招待 如何找回公主的 这是当然的 哪位 这就是真正的大宋公主 真是失礼啊 参见公主 其实公主也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差 真的不像他们讲的那么差劲啊 真是很漂亮啊 先前他不是这个样子啊 怎么今天一句话也没有啊 因为我给他吃了湿生药 他想讲话也讲不出来了 哦原来如此 刚才谁说的漂亮 我 那么没眼光 发扫茅厕一个月 不会吧 要不然就做他的私人保镖 那我还是去扫茅厕吧 怎么样啊这五仔 怎么样 你在干嘛 那么慢 跳舞啊 练功啊 上乘的武功 你不懂的 我飞了三天三夜 都找不到那三位少林神僧的消息 是吗 你别骂我 我已经尽力了 我那些小鸟朋友 都帮我找遍了整个灵安府 都找不到 说不定 那三位神僧已经死了 我要是只指望你 连蛇都死光了 我早就找到他们了 不会吧 人家天天在街上捕诗 那么明显你都看不到啊 你真的是要跟你那些小鸟朋友 去洗眼睛啊 不可能 他们现在就在同祭祀 不信你去看一下 嗯 嗯 问什么呀 嗯什么东西啊 我问你 我问什么东西啊 呼里呼噜的干什么呀 你看你那口饭 扒得很耳有机 耍拳我就没见你那么有火 我告诉你不好吃啊 你们到底会不会吃啊 你们看看这些摘菜那么淡 对不起 都是在下的厨师厨艺太差 回头回头我找个新的来 你以为有用吗 煮弱的厨师来煮摘饭 你们说行吗 不要跟我说这些门面话 不是啊 我觉得这个摘菜 蛮好吃的嘛 只要是能放进你嘴里的 你都说好吃 一点品位都没有 其实我认为 摘菜根本不好吃 不如我们明天吃荤吧 对对对 年轻人应该吃荤 找死啊 是不是想造反啊 是你挑起话题的啊 我只想办一个厨艺大赛 提升大家的厨艺 原来是秘质素鸡啊 嗯 你卑鄙 我卑鄙 这叫兵不厌诈 来啊 来啊 先试一下味道 一号参赛者 鱼莲舟作品 青菜斧皮 哇 好难 好难啊 对不起 是不是太硬了 不好厌呢 好难吃啊 没关系 只在参加而已 说不定一山还有一山低呢 来啊 二号参赛者鱼蛋炎作品 秘质素鸡 三号参赛者张松兮作品 八宝妖果面 嗯 真的有那么好吃 自己试试啊 真的没话说啊 不要吃 这是老鸡火腿炖的汤 什么 喂 你这么多事干嘛呀 滚 老鸡火腿 你太过分了 你明知道张师傅从小去吃素 你干嘛还用肉做汤啊 我不是真正的让他吃肉 你明知骨饭用肉汤做的不是素菜 一句话说完 取消资格 发洗三个月茅测 三个月 四个月 是 现在如何是好 有一个已经被取消资格 还有问呢 冠军就是鱼蛋炎 哦 我是冠军 嗯 恭喜你 我甘拜下风 哦 冠军啊 不枉我苦毒这个 这道菜我熬了一夜 我从此不用洗衣服刷厕所了 谢谢师傅 我说不用洗毛测了 没说不用做其他的事啊 师傅 有什么工作比刷厕所洗衣服更惨的呢 那究竟是什么工作 做卧底 做卧底 你看好多人在那边了 我们也过去了 对走 快点过去 哎 哎 我说你 胖子 排队去 胖子 想插队吗 先问问老子 我不是想插队 我是想问问招聘厨师 是不是在这里排队啊 是啊 排队去 吵什么吵 老老实实排队去 下一个 我不是什么肥柴 我还不稀罕 两位大哥帮帮忙嘛 那好吧 你被录取啦 谢谢大哥 谢谢大哥 这盘菜好特别啊 送给什么大人物的 是送给一位秦姑娘的 秦姑娘 对 这位秦姑娘貌美如花 简直让人神魂颠倒 真的 对啊 可惜听说身上好像中了剧毒 所以精神很憔悴 中了毒 好了 谁把这个菜送过去啊 秦姑娘的菜我来送 也让我一睹芳蓉 开开眼界 好吧 你去吧 你去吧 小声 我答应 去吧 优优独播等 可以 答案 文 meaning 有 能用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查探到你身困密室 他们马上就通知我 一时之间我没办法救你出去 但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 我一定会想办法 你一定保重身体 我知道你身中剧毒 先附上一斤经解毒心法 好好练功 假以时日必定能自行解毒 君宝自明 君宝 君宝 他还想着我 我真是对不起你 后天就是假公主修行百日期满 举行武林大会 宣读先帝遗诏的日子 到时候我们跟武林盟这群人 难免会有一场硬仗 男子汉大丈夫 舍身取义在此时 舍身取义 会不会流血牺牲啊 你 我们家九代单传 我还没取妻生死呢 既然我们都是去做炮灰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做出无谓的牺牲啊 这件事关乎武林 关乎朝廷 关乎整个天下苍生 是大事 怎样都要出一份力啊 好 好 张师傅太好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榆莲 第一个跟他们拼了 怒发冲冠 平栏处 萧萧雨蝎 台望眼 仰天长啸 好壮怀 闭嘴马屁靖 有时候做大使 除了凭一腔热血之外 还要用大脑 不能够立敌 我们就用秩序想办法 你有主意 有主意 你说啊 我们能不能让代言去下毒啊 好主意啊 于代言呢 是武林盟的厨子 这样一来啊 他索性在番菜里下着毒 也不会被人发现 更省事 对不对师傅 动动你的脑子吧 人家不会用银针试毒吗 何况这下散来的手段 他也太卑鄙了 我们武当是名门正派 竟然做这种事 师傅 我们错了 张师傅 我看 不如用八豆 八豆 八豆是一种天然之物 放进菜里 不易被人发现 而且可以使敌人腹泻不止 气力不支 那么 交起手来 自然不是我们的对手 下八豆 下八豆不是跟下毒一样 下散烂的手段吗 没错 我们名门正派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啊 说都不应该说 话不能这么说 有时候兵不厌诈 是不是啊 没错师傅 其实我们名门正派 有时候 有时候 有时候也要变通一下 对不对啊 就这么说定了 用八豆 好 这怎么叠叠都有豆子呀 这是蜜豆做的 又好吃又甜 您尝尝 不错不错 这只有刚做的才好吃 你多吃点 真有你的啊 我可不可以拿走啊 您请多吃点啊 多吃点 我不是这么说我来吃呢 你吃点吧 我给你吃点 我吃点 你吃点 就吃点 你吃点 你吃点 我吃点 吃点 你吃点 我吃点 你吃点 你吃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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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观看 时辰已到 请公主殿下就坐 请公主就坐 参见霸王叔 快快坐 公主出家百日 辛苦你了 霸王叔言重了 百行以孝为先 我不能在父母生前静孝 实在是愧为人子 本想一死一谢先帝 奈何先帝心愿未了 于我强宝之中留下诏书一封 我唯有残留此区 尽我所能完成先帝的遗愿 报先帝在天之灵 讲得好啊 请公主宣读先帝一诏 朕自登基以来 国家多难 战势平平 至今生灵涂炭 实在愧为人均 今令我大宋朝廷勇于惊人修好 不许再动干戈 若有好战之徒 力图挑起两国纷争 实乃大宋国贼力战无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pr就是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자는一个文化 有两个 invit访 大宋国贸政府 望楼港 엽 respir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头发花白 随喧哗飘下来 别来为我叹息 我的眼泪有它的经历 别以为我心里没有秘密 孤独不哭 不在乎 才不会为一个人本身随苦 没有爱快乐听自己哭 孤独不哭 不在乎 才不会为一个字完结辜负 想得太清楚很迷路 我愿望不 孤独不哭 孤独不哭 感谢观看 转发 projects